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行生产 适用于电镀精密度较高要求的零件 例如锁 截锯 手势 眼镜架 打火机 提带扣 表壳 表带 五金精密件等等 挂镀之前的工件一般都经过打磨抛光处理 表面已经非常的光洁 具有非常好的整平度 因此挂镀的产品进入电镀工序前 首先是进行人工除蜡处理 再将产品上挂装夹 电镀生产线上的制程分为前处理 中处理和后处理 前处理分为表面清洗及表面调整活化两个部分 经前处理后 进入电镀碱性镀铜增加结合力 胶磷酸盐镀铜增厚和硫酸盐镀铜填平增量 再进入镀镍和镀钵的环节 常规的镀种通常是镀铜 镀镍 镀钵就完成了电镀工序 但很多装饰性的镀层 还有镀银 镀金 镀腔色的装饰性要求 然后再通过拉丝 化油 撕印 镇膜等工序进行修色处理 达到双色 三色甚至更多颜色的外观 还有一些功能性的镀层 除了镀铜 镀镍以外 还会增加镀银 镀金等功能性镀层 达到更好的导电性和焊接性的需求 以上便是关于电镀中的挂镀介绍 抖音